谭医师,今天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 我们有一个学员呢,他磕瘦30年了 每天都有吐,有清不掉的痰在喉咙里 他每天下船第一件事情就是磕 他问这个是不是跟胃有关系 还有呢,他一直长不胖,他脸色青黄 问题是他一当冷空气,灰尘油烟喝水,他就会磕 请问怎么办呢? 这个呢,第一个呢,我们看的呢就是这个气管 气管和食道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两个不同的,在婴后的地方 咳嗽呢,是属于气管,它跟胃没关系 卫视食道,我们有14英春的这个食道 那么呢,早上起来呢,他有谈 有谈呢,就是说有炎症 这是十几年的炎症呢,就是慢性炎症 跟这个极限的炎症不一样,就是说第一个 它有两个blockage,我们要留意的 第一个就是自体免疫系统 自体免疫系统呢,当你磕了水啊,空气啊,什么其他外来的东西进去的时候呢 它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就说敌人来了,我们这个T细胞要在那赶出去 这个呢,就属于自体免疫功能 自体免疫功能呢,我们呢,学位呢很简单 就是12347,松12347,这个呢就是最基本的免疫系统 还有一个现在呢就是Kidney,27,26,25 三个蟹呢都是跟这个有关联的 就是说,它第一个是食道,啊,气管 气管跟食道不一样 食道呢,它对食物有反应 就是说你吃的食物消化和进去不顺畅 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气管本身出问题了 气管本身呢也是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呢,它还有一个消化吸收功能不好 吸收功能不好呢都不是胃的功能,是小强的问题 所以呢,小强呢,它在这个胸十一,十二,都是在左侧 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几个打通啊 那么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同仁自家呢,还是有限度的 那么最好呢,就是寄上去学位 就那些做推拿的,按摩的,或者刀疗,自己用刀砍它 这个呢,一般呢,一到三次 就有明神的效果,或者完全康复的 这个不困难 那么呢,有没有脊椎变神呢 应该呢,有脊椎变神 因为气管的地方呢,它上背啊,一般都是弯的 那么吸收功能呢,它在中央,在胸十一,十二的地方 一般这里呢,也可以出现有这个接椎的毛病 前背呢,一般呢,我们都用盘中,气海,两个都够的了 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实验一下 还有复杂的学位呢,就是 中复,云门,就是 Long one, long two 这两个家可以同时打开它 这个根本就不困难 另外,有的人呢,可能鼻子,呀,有人症 如果鼻子有人症呢,就用 C, three, four, five 就是第三,四,五,颈椎 非常之有效的 我们也不知道 对,进步 对,进步 我们就C, one, two, three 一直,one, two, three 可以,整一个区 但是你做推拿的时候呢,有重点,在这几个就可以了 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